明崇祯十七年 遭到了顽强的抵抗呢 第一 其实早在入关前 清军就已经多次侵扰北方了 经过多次大洗劫 北方的反抗势力 已经得到较大的削弱 很难再对清军构成实质性的抵抗 第二 北方因为连年战乱 财务已被搜刮干净 经济也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早就被富足的南方远远甩在身后 物资是战争的基础 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 南北抵抗势力的强弱 第三 李自成带领大顺军造反后 便将北方搅到天翻地覆 入主北京后 更是对地主阶级实行压榨策略 民心全失 清军入关反而成为后者希望看到的事 后来清军为了补充军需 削弱南民势力 在南方实行了多次惨烈的大规模屠杀 但是南方人的血拼 也到底是让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东南各地的百姓也被完全激怒了 频繁发起抗清运动 牵制了清军大部分主力 其实清军在北方没有遇到足够的阻力 并不是北方人民消极应战 主动放弃的结果 恰恰是因为北方的抵抗势力 早已得到多次削弱 所以才会出现清军入关后 如入无人之惊的局面 而南方长期养精蓄锐 又有南民政权的存在 自然就会给清军造成较大的麻烦 地帮队 未经许可,不离解